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开局四个人,剩下的全靠跑 一国他乡上演绝地大逃亡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逃亡电影《无处可逃》 影片刚开始就是一个手像什么的被人杀了 而他的保镖则快速地抢到了桌上的一把刀 都不尝试拯救一下,挣扎一下 就干净利落地搞定了自己 男主角杰克是一个自来水场的工程师 被公司指派到这个发生暴动的国家 但是他并不知情,下了飞机也没人来接 还好在飞机上遇见了勇猛的老大哥哈蒙德 将他们一家顺带烧毁了酒店 男主角一心想要看美国报纸 所以长途跋涉到酒店外买报纸 回去的路上就看个风铃而已 转身就见人火批 一方是警察,一方是暴徒 男主角只好一脸懵逼地四处乱串 看到一伙暴徒一脸兴奋地枪毙了一个美国人 男主本来想学蜘蛛侠通过爬墙 不,爬楼梯逃跑的 结果反而被发现了 好在男主机智及时把梯子踹掉 回到酒店后,发现那里也不安全 他告诉自己的妻子酒店有暴动 妻子一脸懵逼,但也跟着紧张起来 这时却发现自己的一个女儿不见了 男主角当然要去找啊 男主角的妻子听到外面的打杂 虽然害怕地想哭 但还是要假装地自我很坚强 男主角找到女儿后,在哈蒙德的帮助下回到了房间里 带自己的家人去楼顶 短暂地休息之后,出现了一架直升机 大家都满心欢喜地以为是来营救他们的 然而迎接他们的只有子弹而已 好在直升机在杀光他们所有人之前 因为鸡肋地卡住了线,自己搞死了自己 楼顶失手 男主角决定来一回跑酷 跳到另一栋楼上 虽然内心充满了抗拒 但是男主角还是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也丢到了另一栋楼上 暂时得救 但速,暴徒们很快就来了重量级的武器 坦克轰炸了整栋楼 我们的主角是不会轻易苟带的 在穗墙之下躲过了搜查 决定要去美国大使馆 在捡死人衣服的过程中 男主角顺带看到了暴徒们 是如何凶残地开车撞死了几个美国人 还杀了一个小喽喽 扮上了小喽喽的装扮 开走了小喽喽的摩托车 临近大使馆时遇到了游行的暴徒 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 男主角硬生生地穿越了人群 没有被认出来 好不容易来到了大使馆 只见他轰的一声就爆炸了 只好再次开启逃亡模式 好巧不巧地来到了男主角白天卖报纸的那个高冷老伯的家 老伯把他们藏在了树林中 男主角恶从胆边生 想要偷把枪 男主角的妻子做了好队友打掩护 让男主抢到了一把枪 好死不死的是没有子弹的枪 好在最强队友哈蒙德及时出现 拯救了一家子 并且把他们带到了新的避难点 打算在第二天带他们越过边境 去越南申请政治逃难 接下来就是休息时间 互诉钟情了 哈蒙德告诉男主角 实际上大多数的暴徒们 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后代 不被控制了自来水的人所奴役 才会奋起反抗 骤变来临 暴徒发现了避难点 将自己报平安的项链给了男主角的女儿后 哈蒙德不幸中枪 强撑着为男主角一家做了最后的掩护 逃难必定伴随暴雨 男主角一家在暴雨中奔向命运的河流 男主角用自己的表和鞋子换来了一艘小船 摔印三连被暴徒发现 暴徒想借男主角女儿的手杀了男主角 但诉反派属于话多 暴徒被男主角的妻子反杀 一家人终于上了船 滑起了逃生的双脚 进入了越南边境 大结局端然是男主一家回到了家 向自己的女儿讲述女儿出生的过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找公司的时候一定要很用心 接外派的时候要留心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